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想谈一下缺甲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款美食,黄油烤土豆 大家知道植物缺甲就会瘦弱,长不高,并且抗病能力弱 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植物 我们想问一下,如果人缺甲会是怎样 据统计,全美国人口当中50%的人,甲的摄入量只有应该摄入量的不到50% 那么由于甲的摄入量长期的严重不足,那会造成身体缺甲 那么什么是甲?甲就是英文我们讲的叫Potassium 那么汉字里边我们是用金字旁一个甲 所以说它是一种金属矿物质 就其化学元素它是含有正电的电解质 那么在我们心脏当中由甲形成的正电 这样的话来刺激我们的心肌进行跳动 这心脏才可以有规律的跳动 如果我们正极不强的话 我们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心脏里边的跳动 不强不规律 从产生不适感 心迹或者心慌等各种各样的不适感 另外我们身体当中如果缺少甲的话 也会让我们骨质发生变化 从而缺乏强壮 从而造成我们关节和软组织结构问题 以及肌肉筋卵僵硬等各种疾病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很多减肥爱好者减肥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饥饿 浑身无力 这个时候呢 就想吃东西 吃肉 吃饭 吃菜 为什么 就是实际上我们并不缺少的是热量 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在利用我们身体的脂肪 转化成能量 而这个时候我们缺少的是电解质 如果我们在这种非常虚弱的情况下 我们喝一些这些盐水 喝一些这些含钙 这些矿物质的这种 Electrolyze 电解质 我们就身体就会减少这种不适感 从而减肥成功 那么在医院里急救病人 往往第一个挂上去的就是 掉瓶盐水 打盐水 其实实际上就是增加你的这个电解质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感到不是心脏不是 关节疼痛 酸痛 僵硬 或者是我们浑身无力 乏力 在很大的情况下 喝一些富含钾等矿物质的盐水 或者吃一些多含钾的食品 就会感觉好很多 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到商店里去买一些营养品 或者是药丸之类的来补钾呢 如果你到Costco或者别的一些店里边 你去买补钾的药 你会发现你可以买到补钙 补其他的矿物质 买到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但是就是买不到补钾的药丸 这是因为FDA规定 补钾药丸必须是医生开的 处方药 在医生的监控下才可以服用 你很难买到补钾的药丸 那么即使你买到的补钾的药丸 也是剂量非常的低 因为FDA规定 这个补钾的药丸具有危险性 所以说呢 在over the counter 就是在商店里我们可以买到的补钾药丸 FDA限制在它 就是你成人需要剂量的2%以下 所以说你买的那个补钾药丸 只补了2% 所以说作用不大 那么FDA建议人补钾的最佳的途径 是通过食品 那么富含钾的食品当中 有很多 比如说香蕉 土豆 地瓜 菠菜 黄瓜 菜花等等 多吃一些香蕉 土豆等食品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缺甲的状况 今天呢 我们介绍一款 经济实惠 而且容易做的食品 叫做黄油烤土豆 那么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 制作的过程 非常的容易 那么我们选7个土豆 然后不要剥皮 因为实际上这个土豆 营养的部分都在这个皮的下面 所以我们用削皮刀削的话 就会丢失了很多营养 而且这个皮很有营养 只要洗干净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切成一些块 也就是说 从中间这样割一下 就OK了 OK 我们就切好了 切好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 不是直接放在烤箱里边 那么我们现在 要用油稍微的煎一下 这样为了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 它的水分不至于 就是厚在里边 它的水分可以 经过热以后 然后把表面给封住 这样水分不会丢失 首先 首先我们切一块 这个Butter 这个Butter是Organic的Butter 从Costco可以买到 我们切一块就可以了 放在这里边 让它画 画了以后 那么 我们再加一点 这个CoconutOil 这个CoconutOil CoconutOil呢 它MOSTLY都是 饱和脂肪 那么饱和脂肪 它是可以 经过高温的 而且原因也是需要 饱和脂肪的 Fried的时候 要用饱和脂肪 而不能用不饱和脂肪 那么我们先煎一下 我们一定要撒一点点盐 这样撒一点点盐 撒一点点盐以后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黑的胡椒 胡椒面 哇 OK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 放在盘里 看现在我们就煎完了 Fry完了 Fry完了以后呢 我就放在这个盘里 放在我们烤 烤箱的盘里 这个烤箱呢 不需要大的烤箱 小烤箱就OK了 那么小烤箱呢 一般火比较集中 然后热量比较能够 高效率的利用 所以说既省电又好 我们把它放在最上面一层 这样因为这个热量 它是从底下产生了以后 然后它到top 到上面的这个C-Link以后 然后它会反射过来 所以是这样的话 会加速这个烤的过程 这样的话会有效的利用 这个热量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把它关好 我们就晒得成 47分钟 47分钟以后 我们就这个就好了 47分钟以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 你看多好 非常漂亮 香喷喷的 非常香 然后我们就可以入盘 大饱口服 开始补甲 强壮身体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转发